中文字幕志愿者 看餐廳比吃一桶的冰淇淋 yo 大家好 我是塔塔 之前答應了大家拍麵包麻辣 沒錯 我們現在快到了第一站 第一站我快到了Up Town的地方 裡面有一間叫做 Mr.Puzzle 我這次叫了Tascana 類似的詞語 我不是很肯定 有些紅糖和芝士粉在上面 所以大致上就是這樣 它的甜味雖然辣辣的 有點鹹鹹的 挺好吃的 因為它可以選擇鹹和甜 因為醬汁也太多甜 這些軟綿棒全部都是很甜 鹹的東西應該清了口 它的麵包很鬆軟很鬆化 你會預期到它是什麼味道 你說要不要特別來這裡試呢 我覺得不用 不過店員說它是普通的鹽味 我覺得有些普通的鹽味 所以我就不會點到 這是它第二個推薦我點的味道 這個的話 10分我會給 6分左右 因為我覺得它是有一點點 平常常常常常的水平 下一家 好 我從來的麵包買在床的第二宅 我們就有請save on food 在一間Ghostberry store的Apple Strudel 它是一些蘋果餡料的包包 我們就馬上試一下它 我覺得它味道上有點像蘋果皮 不過它面上是多了很多這些糖霜 不過它中間的蘋果醬都比較偏甜 不過我覺得這裡所有的 無理是巧克力包點類的東西 都是比較偏甜的 對比香港的話 加熱它 那我們就馬上試一下 熱了 我想說加完之後超好吃 我是用氣炸鍋加熱 5分鐘360度超好吃 跟冬色完全是兩樣東西 它又跟蘋果皮的相處度更加像一層 6.5% 因為它有一點偏甜 它的味道又不是很驚訝 不太是我預期到的味道 那我們第三站見 還有題外話 我這裡的Greed Yogurt超好吃 是潔身的那些 Yogurt超級無法包 披力好吃 哇 一段時間後 麵包補典的麵包 這次試這個就是麵包補典的麵包 marshmallow 椰子水 我喜歡吃麵包補典的麵包補典 多一點醬汁好吃 我用奶奶奶奶 然後出場就是在一些超級市場買很多一盒的曲奇品 裡面有很多很多塊的 雖然碎了 白朱古力味和焦糖朱古力味 好 那我現在就先試這個白朱古力味 因為我自己本身吃過這個牌子的朱古力味的曲奇品 我只是白朱古力 還有偏甜多一點 試完它的焦糖朱古力味 我自己比較喜歡它這個焦糖朱古力味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它沒那麼甜 所以我喜歡這個多一點 還有一點點焦糖的鹹味 試一下拿它加熱看看是甚麼味道 沒錯 那我剛剛已經加熱完成了 這個就是熱了的白朱古力味 試一下 大家千萬記得加熱的時候不要加太大倒數 可能我加太大倒數 它有一點面子的焦糖 不過加熱之後它整個感覺軟身了很多 而且熱辣辣了很多 而且好吃了很多 好 試一下白朱古力 不知道為甚麼加熱完之後 我覺得它們兩個的味道有點相似 然後白朱古力那塊我會給6.5分 然後朱古力焦糖那塊我會給7分 然後朱古力焦糖那塊我會給7分 同場街影 超好吃 它真的有鎮峰糖味 這樣 那我們下一間見 好嗎 有錢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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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的东西了 它是类似面上有些巧克力的东西 里面都是没有馅的 它所有的冬的都超级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一入口有点咖啡味 它面上也是有点偏油的 那我现在马上试一下 加热这两个看看是什么味道 那我刚刚已经将冬的加热了 它现在摸下去就立刻淋了很多 而且它面上出了很多油 不过不要紧 我觉得它加热了吃之后马上好吃很多 因为它里面变得很松软 而且它的巧克力味超级出 好 接着来就试一下这个 给大家看它真的是满部的糖霜 如果它加热了之后 我会给它大概7分 因为它整体也是比较偏油 所以减了一点分 不过它加热了的味道真的不错 这个偏像一个普通的冬粒 里面是完全没有馅的 即是面包 而且它比较偏油和偏甜 有少少咖啡味 不过我本身不是特别太喜欢吃咖啡的类的产品 所以这个我会给6分左右 我觉得还好这个 那我现在就试这个 蘿蔔蛋糕 中间有鲜年纹的味道 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奶油 上面就有少许鲜 蘿蔔蛋糕好吃 如果喜欢吃鲜年纹的朋友 也挺喜欢吃的 好香 里面的面粉 这和白话的味道 不错 也比白瓜 吃起来有点凍 也好吃 吃起来 这是一这就是很厚性的巧克力 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你也可以选巧克力 蜜蜂蜜蜂蜂蜂 真的听不到 我觉得其实可以一试 我朋友叫了medium medium是超大杯的 我这个是small 溶得很快 我觉得small就已经足够吃了 吃了我朋友那个有点甜 因为我这个咬了dark chocolate 所以就好一点也没那么甜 而且溶得很快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已经千瘡百孔了 我觉得我这个是挺好吃的 值不值8个几来说 差不多是50元 50元来说游客可以试一下 而且我觉得很难咬 因为它的脆皮很厚 因为我吃了我朋友那个 他那个是偏甜的 大家如果来到可以咬dark 因为dark是吃到没那么脏 而且它的browney也挺好吃 不然偏甜 我觉得我吃了三间冰淇淋 这个我会排第二 我觉得第一间吃的最好吃 这个第二就是gelato第三 其他没录片可以给大家看 之前我的朋友说吃不完 唯有是这样 好 现在就来到冰淇淋了 刚刚就是这一间冰淇淋了 因为它的名字是Fickle Fickle Fick 这样 那大家 你选择铺头 这个名字我就不太懂 怎样读 大家有兴趣就自己google一下 那我就叫了两个味 一个就是开心果 一个就是hason 那现在就先试一下它 它是gelato的冰淇淋 我现在就试一下我朋友的browney 好像泰国也挺好吃 它里面就应该有browney可以咬蝦 我真的 旁边的范香 我觉得朋友的好吃很多 好好吃 真的旁边的范香 不过呢 虽然这个有白菜 不过吃完别人的味道 就觉得别人的味道很好吃 不过我不要紧 我要慢慢吃完它 这边呢 for your reference 根本就是落净大雨 本身我都不打算吃雪糕 不过它现在出了太阳 所以 是 可以吃雪糕 因为是在太阳 好啦 那我们下站见啦 好 那我现在就来到 这家Virtuous Pie 那来到这里 大家看到一个menu在这里 不过呢 这个menu不是重点 因为呢 我的重点是 这个雪糕 那它就是 browney味 那我就马上试一下 就是这么厉害 第一次在人家餐厅里面吃过 整桶的雪糕 它一开里面就是这样的 本身我打算买一球球的雪糕 不过它全部的味道 都不是我喜欢吃 那anyways 那就试一下 如无意外 这一口应该会有browney 有browney是好吃的 没有browney是普通雪糕的 没有browney是普通雪糕的 这个就是店里的browney 再加雪糕 那我们现在试一下browney 有雪糕和browney browney再加browney雪糕 要不要决定 先见牙 不好 天窑 天窑 相当的 梁